记者许国珍台中报道,台中市第四分局交通分队警员陈明宇日前中午获报,赶往南屯区向上路进大光路处理交通事故,经到场了解,原来是二名女高中生看见向搭上的公车已经要到站,于是手擒手匆忙地穿越车水马龙地向上路,导致一名女骑士善必不及碰撞,所幸三人均仅受轻伤, 但高中生行为已违反交通法规,警方出开单告发同时告诫两人,下次提早出门不要再任意穿越马路了。 这二名同姓林的16岁高中女生向陈姓远景表示,当时因为看见要搭上的公车已快到站,若赶不上公车上课就会迟到,情急之下才会和同学一起手牵手小跑步穿越马路,当时眼中只有公车, 没有注意到即使经过的汽机车,才会与骑车行经的26岁邓姓女骑士发生碰撞,所幸女高中生紧手腕扭伤,擦伤,邓女则是手脚擦伤,惊送衣包扎后无大碍。 陈姓远景告诫高中生,像上路车流这么多,不应直接穿越马路应走行人穿越岛,才能确保用路安全,而且距离大顿路行人穿越到不到40公尺,平时应急早出门,迟到事小,发生意外让家人担心可是得不偿失。 该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严志明表示,尊重行人路权,保障行人用路安全是现行交通宣告重点。 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34条规定,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岛,人航天桥或人行地下岛穿越,不得在期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,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,可处300元罚还。 一道路交通宣告